吊在月亮下的贪心鬼 贪心鬼长得矮矮胖胖的 他有一颗贪得无厌的心 贪心鬼每天晚上坐在窗前 看着月亮从山坡后面升起 慢慢升向天空 月亮洒下银白色的光 把山坡照亮 把森林照亮 也把贪心鬼的小屋照亮 贪心鬼想 要是我能置一张很大的网 把月亮网住 就能把月亮拖回家来 当月亮弯着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当灯点 当月亮圆着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当盘子 也许月亮还是银子做的 那就可以把它拿到市场上去换钱 至于天空中没了月亮怎么办 贪心鬼是不管的 贪心鬼整天躲在家中织网 他不停地织呀织呀 他希望自己的网织得越大越好 贪心鬼的网织好了 他拿着这张大网 爬上小山坡 他想等月亮从山上一露头 就使劲把网撒出去 这样准能网到月亮 月亮一点也不知道贪心鬼的坏主意 他还是慢慢地升上山坡 贪心鬼 贪心鬼看准了时机 他还一声撒出了网 月亮给网住了 可是贪心鬼不知道 月亮是个劲儿很大的姑娘 他根本不害怕 还是慢慢地往上升 往上升 越升越高 贪心鬼使劲而地拽住网绳 他本想把月亮拖回家的 谁知道反而被月亮拽上了天空 贪心鬼掉在网绳上 月升越高 月升越高 这一天 人们觉得奇怪 怎么月亮没有往常明朗 大家抬头一看 才吃了一惊 原来 有个叫贪心鬼的家伙 想用网网走月亮 人们指责贪心鬼 人们咒骂贪心鬼 人们嘲笑贪心鬼 还有人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 举起长竹竿 想打这个贪心鬼的屁股 贪心鬼吓得哇哇大叫 半个地球上的人 全都看到了贪心鬼的狼狈像 不少人还举起照相机 拍下了贪心鬼的丑像 幸好贪心鬼的劲儿也不小 他使劲儿拽住网绳 一刻也不松手 等到天降黎明 月亮慢慢朝西边降落 贪心鬼看准时机 赶快跳下山坡逃走了 这时 太阳升起来了 贪心鬼知道 他掉在月亮下的照片 肯定登上了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他再也不敢见人 贪心鬼钻进了一个 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的山洞 不过 只要他一露面 人们还是会认出他来的 贝心李孢